我最想和大家分享这首诗歌 也是由我们两位前人大将所写的 这首歌叫《永不回头》 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当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 要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领会到他的心情 他其实是不可以回头 因为他要照着神的旨意进入耶路撒冷 他将会面对他要扶起的十字架 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主也吩咐 我们要扶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可能要付出代价 但是这首歌正正告诉我们 无论代价有多高 我们都不会回头 歌词在我们Hallelujah chorus 就是Hallelujah仲赞的第二十一首 是有这个歌词 去边这么说 《若十字架要我付极重代价 服侍那位仆人仰式的主 若那刻暗落在侍奉的路上 人们推弃我所敬爱的主 我永不会回头 哪怕代价多高 梦照活出真爱 要拯救灵魂 我永不会回头 第二节他说 如果门关闭了 另一个门将会开启 神的话语 是不会被揭制 合藝的心 和监怒里的忧闭 最终都不会使到 我们主对我们的爱受挫败 第三节 若我梦照要去流泪受痛苦 若我所爱被人污蔑损毁 我总不会否认 所跟随那一位奉主的命 从来都不会受愧 永不会回头 哪怕代价多高 梦照要活出真爱 去拯救灵魂 永不会回头 长时间 再次毁转地 青海 板出封 未经期活就会 三次 寓票 跌倒 我 排雄 跌倒 魂 敌飞 按住 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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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